花莲县文化局在光复艺文基地 开设一系列的中华花艺课程 以上为出发点体验创作乐趣 让民众一边学插花还可以认识文化 又可以和左邻右舍来交流情感 天堂鸟、百合等花财摆满桌 第一次接触插花花艺的学员们 好奇查看花器、花卉 满心期待能插上一本美丽花束 用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结合的 中华花艺 引用中国人含蓄内涵的性格 创作出有意境的插花艺术 让学习的学员们 在创作过程中 以情养性 享受花艺艺术之美 那中华花艺是意境 是走意境的 所以它并不是以花取胜 但是花也很重要 它可以进入一个宇宙的 就是有骨至金 就是它非常的广 它可以就是 在这个中华花艺里面 就可以悠游人生啦 其实在这个 你可以体会很多 因为看到朋友的插花作品 非常有意境 学员陈春兰说 基奇想学习插花的决心 当时就到花莲学艺 现在能就近光复参加花艺课程 免去周车劳顿之苦 真的是中南区乡镇喜爱花艺民众的一大福音 那难得的就是我们文化局 有这种心想要 想要协助我们这边的妇女 有这个机会学习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妇女 应该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去学习 花莲县文化局为了让更多想学习插花的学员们 也将在母亲节前后假日开设一系列的课程 夜班人员表示 非常欢迎大家来学习 文化局办这个插花的系列活动 是一次一系列 初阶系列课程是12堂课 那主要是因为中南区比较少这种 跟中华花艺协会合作的插花课程 所以我们有特别在母亲节 然后跟母亲节之后的假日 跟这个系列活动 我们都有特别办插花的课程 首度在中南区开办的插花花艺研习课程 今天开业 吸引超过10位的社区民众报名参加 为期12堂的花艺课 看到中南区乡亲民众踊跃参加 县文化局乐见其成 并表示 未来将会继续推动进届课程 让中南区插花艺术百花齐放 记者张明泰、石玉兰 光复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